你聽的是SBS電台廣東話節目 有一個公司 大家都知道天紅地冷 議員都要避寒 所以要回家 還有一件事 雖然議會方面是停止 但是在國會裏面的工作人員 包括部長 其他議員辦公室 都是沒有停過的 他們更忙 為什麼呢 明年大選很多要準備工作的競選方面 都是用這個空間 他們努力籌備這些工作的 今天我第一次想提到各位 大家都知道我們澳洲的資深的記者 這個Julian La Salle 阿桑奇在國外是被人籌禁了很久 也都自己在不同地方避難的 這個最後經過我想很多層的 所謂商議 或者是大家的合作方面 因為這件事搞到澳洲和美國的關係 是有點決裂的 位於這個人的釋放問題 但是在幾個禮拜前 這件事有個突破 在美國呢 阿桑奇呢 飛去太平層一個美屬一個島 方面的法庭 認了罪然後回到澳洲 那當時陪同他呢 有幾個很重要的人在澳洲方面 包括陸克文在澳洲駐美國大使 還有另外一位在英國的大使呢 也都陪同阿桑奇 回到澳洲 回到澳洲之後呢 他那個接待呢 真是算一個英雄式的接待 所有大部份 我不是說全部大部份的國會議員呢 是都出來 還有所有那些政界的官員 還有最主要呢 傳媒方面呢 對他的那個歡迎呢 我想比任何一個國家元首更厲害 可惜呢 也不是可惜 也都是有另一邊呢 有小部份的聯盟黨的議員呢 對他這個回來呢 他認為他這個釋放這樣的消息是不合當的 所以這個不是全部 也都是我可以說過大部份 那也都是給我們澳洲的傳媒啊 記者啊 各個各類有關的專業人士呢 阿桑奇回出是證明我們澳洲 有一個很平等 還有一個自由的傳媒的權力 那也都是在我們澳洲傳媒方面打一個強心針的 那那除了阿桑奇之外呢 其實最近呢 美國方面的大選呢 那個情況也都是有很大的變化啦 那特別呢 現任總統的拜登就宣佈 就不再參加這個總統的競選了 那而我知道呢 我們的總理和反對黨領袖 阿達頓呢 都紛紛就是發電 對他這次的決定呢 就是表達了一些意見的 是 第一件事呢 就是因為澳洲和美國關係呢 維持了一百多年呢 我們實在一個所謂 你可以這樣說是難興難低 所以美國的政壇和澳洲政壇實在兩個都拉在一起呢 大家都很密切的 那這次拜登呢 宣佈呢 由於健康啊 還有其他的原因呢 他不繼續參選呢 然後做完了這個 這一任的總統呢 他會退下來的 那這件事呢 也都在澳洲政壇呢 包括剛才你提過了 總理和反對黨領袖呢 兩位都要寫一封很感謝的信 感謝拜登政府和美國政府多年來呢 是支持澳洲和美國關係和大家聯繫很多 包括聯防啊 合作方面的 那也都表示呢 總理和反對黨以後 任何一個競選成為美國總統呢 一定要既力支持和我們的聯繫呢 會更加密切 嗯 是 是 不過呢 大家都很擔心 如果真是特朗普上了台之後呢 不知道那個澳英美三國的聯防計劃 特別是那個核潛艇的交付呢 會不會有些問題呢 不過呢 我知道容後你可能都會在這方面跟我們講一下 不過我知道今天呢 你都會和大家提到呢 就是反對黨領袖的達頓呢 他說他如果上台之後呢 他就會推行一個核電方面的計劃 但是似乎呢 都不是受到很多人 甚至一些州長都反對的 是 這個是真的 因為為什麼呢 澳洲已經幾十年呢 對於核子方面的發電的用途呢 是完全反對的 那個原因就是 他認為呢 到現在那個 那個技術方面呢 每百分之一百呢 可以保證 核子法定方面呢 不會有流失 或者有影響 或者很方便的 的 工黨這個行政方針呢 已經很多年了 還有呢 很多州的 和整地的區域呢 本身也是反對的 那如果你看回達頓方面呢 那個提議呢 總共有七個發電站 提出出來 那這個七個發電站的那個議算呢 是高達1.3兆億澳元 這個很多錢 還有最早一個發電站呢 最早是2035年 但是如果專家認為呢 就算全部這七個發電站 整了出來呢 都不可以 給全澳洲的用量呢 最多是 少過百分之二十 那還有呢 就是 每個州方面 對這些這樣的發電站的安全 那些也都有很嚴重的憂慮的 所以這件事呢 一方面的預算方面 很多錢 還有正式的效用方面呢 不可以達到 完全可以供給澳洲的 所有的家庭 還有工業方面 很多人都認為這個方案 有很多地方要保留 沒有全面的知識 不會支持的 那究竟呢 它可不可以推行它這個核電計劃呢 都要看它上不上台先的 不過看著時間呢 我們今天的國會通訊時間 又差不多了 也都麻煩了 阿Sam 那我們兩個星期之後呢 再在坎梅拉通訊裏面呢 和你聊天了 多謝 多謝各位聽眾收睇 下次在空中見面 拜拜 拜拜 讚好 分享 留言 馬上緊貼SBS電台 廣東話節目的Facebook專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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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